好來 繼續來看美國的總統代算 這回無在籍的投票 創新館 也來做有選情 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十個國家 都實施到無在籍的投票 啊我們臺灣呢 你的日空一空年 本來也暗算你的總統代算 要來推出到無在籍的投票 但是買了 也是無結果 要三年一場所謂新聞證 不管走到籍都可以投票 英國沒有在國內 用課派這是找人代理 再來在籍都可以在籍的投票 富裕兵第三罐聯署罐 都可以課派投票 記者可以拿著投票 反而人也可以參選 韓國也是在外罐聯署罐 再來去投票所 就可以現場印選票 啊臺灣呢 過十年了 不管拿到什麼這場 臺灣無在籍投票 都沒有進步 不要說海外招民 就不用等待一個地方投票 出案要得到心臟 李康李康妮 總統代算投票率 來到七十四點九 想一個創新館 就當監護 這樣可以讓不可以回家的選民 一個可以投票的範圍